Li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庫曼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 超級隨機喔 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的文明 選擇的是庫曼人 庫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在封建時代呢 可以蓋下自己的 額外的城鎮中心喔 最多再多蓋一個 所以就是雙TC開農 那庫曼人呢 他本身也是遊俠跑最快的文明 他本身可以打遊俠 後期也可以打清茶單位 那清茶呢 也是我們頻道常講的 這個散彈馬功喔 非常的厲害 也是可以射出非常多的箭矢 那庫曼人的打法呢 還是比較屬於偏經濟流的 那目前的 常看到的策略喔 是雙TC開農 然後再拉四吋去塔公公 騷擾對手 爭取開農的時間 那這個打法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你要邊農 然後邊進攻 是一件非常 難受的事情喔 那這場超級隨機喔 一開始就送火砲塔 開局就送火砲塔 這個比賽相當有趣喔 這兩個火砲塔有點可惜喔 都是在後面的位置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這邊的兩個火砲塔 都在算是偏正前方喔 而且還有鎖到這個礦產 非常的划算 有時候看一下超級隨機也是蠻有趣的 好 那來介紹一下喬治亞人這個文明 喬治亞人這個文明 喬治亞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奇兵寶兵喔 這個莫娜斯帕寶兵喔 只要45黃金喔 但是到了後期喔 卻有22攻的傷害喔 非常的誇張喔 這喬治亞人的奇兵單位喔 應該是四季列國裡面喔 黃金造價最便宜喔 然後傷害最高的奇兵喔 好 那喬治亞人游泳這個特色喔 再加上他的精冠技術喔 可以減少奇兵15%的人口 還有他的洛馬本身 他的奇兵單位喔 都有這個回血的效果喔 不管是馬功啊 騎士喔 莫娜斯塔都有回血的效果喔 非常強大的 那喬治亞人經濟加成呢 主要是用這個強化教堂喔 插這個果子啊 農田啊 或石頭木屑的部分喔 就可以獲得經濟加成喔 非常的厲害喔 但是他的這個經濟加成喔 並不是非常明顯喔 跟其他的 這個文明比起來喔 就會有點差距喔 畢竟喬治亞人這個文明 是需要到城堡時代 才會有 明顯的經濟優勢喔 因為他一開始呢 只有一個羅車的關係喔 所以 他這個羅車呢 可以讓他稍微 去探圖一下 讓他去探圖一下 但是不能去 去訓養動物喔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村民喔 或者是 靠自己的肉馬 去找到冥羊 好 那目前看到 對手庫曼是 稍微繞了一下 好 看到冥羊 把這個羊趕快帶回家 好 不然這個羊又被對方帶走了 趕快來拿一下 OK 拿完羊之後回去 繼續 採果子 好 那目前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看一下 這個地圖 看起來有點像阿阿普 但是 他的果子喔 是有兩撮的喔 還蠻特別的 這個超級隨機 看起來地圖是 比較多資源那種 黃金也很多 那我們這邊就有希望 可以看到莫娜斯帕喔 大量產出的畫面 好 這邊拉了一頭豬回來 而且是 拉對方的野豬的樣子喔 對方野豬少一隻 然後對方沒有發現 後面還有一頭豬在後方 好 酷曼這邊少一頭豬的關係喔 大爆屍羊肉 好 然後果子也是爆彩一波 打的是一個20批人口 20批村民 當酷上封建時代的一個打法 哇喬這樣是17批阿 17批17個村民喔 然後直接點到城堡時代 好想要封建時代 等一下這個 喬治亞打一個超級快的喔 他是不是覺得自己有這個 肉類優勢喔 所以才要打這麼的極限喔 這是蠻有可能的 好那馬就蓋好肉馬 按下第一隻 對方還沒升到封建時代 但控制這個文明喔 封建時代可以蓋城鎮中心喔 也可以防守 那通常的城鎮中心會 補在金礦的部分喔 這個石頭阿或是黃金喔 都可以喔 最主要是因為 你補在這些位置喔 你有黃金可以拿去買石頭 去防守對手的一個 早期進攻騷擾 好那如果你是放在石頭上的話 就直接挖石頭也沒問題 那庫曼第一個城鎮中心喔 會比一般的城鎮中心 蓋的還有久 這算是給庫曼的一個Nerf喔 讓對方一個極限肉馬過來騷擾 還是可以打到這邊蓋城鎮中心的村民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細微的細節喔 在實戰中喔 不知道大家會常遇到的事 喔 就後面這個火炮塔 砸死了一隻肉阿 尷尬 OK 扣外這邊是灑出了非常多的農田喔 但沒有點下一級農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為什麼他不灑一級農呢 因為如果他這邊灑一級農的話 他就會斷肉 斷肉就會斷村喔 那會讓他的雙TC的開農策略喔 這個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喔 所以庫曼的本身喔 是等一下一級伐木喔 差不多了 然後後面就趕快去灑農田喔 會更重要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他還是有挖一點黃金喔 那為什麼要挖黃金呢 這時候是因為挖黃金喔 可以順便生死掉 或是大會長弓兵也OK 那這邊大會出來的村民喔 繼續挖黃金 然後再擺一部分了 繼續灑農田喔 也是可以的 好這裡再補一個魔防 再來挖這個果汁 但果汁都有槍兵在駐守 而且這根火炮塔 居然還在這個墓區啦 非常的划算 直接幫庫曼守到了左邊墓區喔 哇結果剛剛又一隻肉馬 被火炮塔給砸掉 像喬治亞應該覺得很懊惱 好 那個火炮塔 根本是 在綁他 根本就是 完全很適合庫曼這個文明喔 綁手用的一個火炮塔 好這邊打一下 並沒有想要真的開戰 但喬治亞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都算蠻快的 那到目前為止 喬治亞人的前期經濟優勢 就只有這個羅策而已 那目前庫曼人的村民宿 已經領先大打了11村了 那這邊喬治亞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他有兩種選擇喔 一種就是 只升城堡時代 然後開3TC 跟對方開農 第二個打法就是 直接騎士前掉 給對方更多的壓力喔 那這邊要補一個雙馬就才行 等下再補一個馬就 好直接打算要單馬就 蓋城堡中心嗎 喔沒有喔 打生頭 生頭戰術喔 騎士生頭戰術 吵架人的打法來說 算蠻普通的 沒有太多的優勢在 那他的生頭優勢呢 主要是他的老頭 可以放在強化教堂下 跟對方的城鎮中心對射 那我們來看喬治亞人喔 會不會這樣打 好 看他投石車出來 第一發先砸了城鎮中心 好 左邊是直接收村 還沒有補下強化教堂 這邊要來看一下強化教堂要不要下 還是補下 只用投車跟騎士壓制呢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總是要打全套的喔 打個半套的 真的會很不舒服 所以你這個 打半套 就有點要強軍師不強軍師 這種感覺喔 會讓人有一種 要做不做的感覺 很討厭啊 我個人很討厭半套的 要做就做全套的對不對 強化教堂補下去之後 也可以反制對方的駱駝 真的是其事喔 所以我覺得強化教堂還是要下一下 只要他下的時間有點偏晚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金礦 黃金的補的不是夠多 而且這個羅車的這個駱駝 會卡住這個財礦的人 很煩喔 所以他一定要往後拉一點 不然一直卡住村民會顯置 非常麻煩 這個喬治亞人性文明喔 要改動的東西也是非常多 一定要先把這個羅頭的這個 卡聰明的問題喔 解決掉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駱駝這邊是 用駱駝去反制了騎士 那這邊喬治亞如果 身頭戰術要繼續的話 就要按出更多老頭 好這邊洛馬槍兵 騎士到前方 好這裡有一根堡 這根堡是 開始產出青茶了 那對方已經有城堡的情況下 喬治亞還是 在爆出一些騎士喔 但是3TC也是已經開始轉農了 那待會農田這附近呢 也可以考慮補一個 強化教堂 我覺得可以補在這個位置喔 或是把這個 均勻給滴掉 這種事絕對有點虧喔 不然補一個強化教堂在這裡喔 增加挖進速度跟農田的效率喔 也是不錯的 好那這邊也可以補一個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挖進化農田喔 或是這個地方也可以喔 補一個強化教堂 挖木頭 農田石頭都會有加速的效果 所以喬治亞人我覺得他算是蠻有趣的喔 也是需要去稍微程式規劃一下的喔 不能你想怎麼蓋就怎麼蓋喔 因為你的強化教堂的這個弱點喔 會大幅強化你的經濟加成 好那他決定先把一個教堂補在木頭的部分喔 想要讓木頭挖再更快一點喔 順便防守木區的防守薄弱的問題 畢竟用強化教堂的話喔 稍微還可以收村喔 收到裡面喔 哇這裡沒有二級射 射的有點...不是很痛 好騎士在後面跟駱駝大打一架 但是撞到了火炮塔 火炮塔拿到了一殺喔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剛剛拿到 還是剛剛在上面的時候肉馬送掉的 好這邊騎士也有在繼續出 但少量出喔 加上老頭繼續給壓力 好這邊喬治亞人就有相當大的優勢喔 他這邊燒我沒關係 反正我的羅車可以移動喔 直接到後方去去伐木就可以了 採礦這個伐木場可以帶著走 相當的有優勢喔 好這裡也補了一台羅車 好強化教堂沒有打算補在這個位置 那就有點可惜了 好這邊清查的數量越來越多喔 清查大軍集結當中 伸頭戰術已經結束了 沒有打算要繼續伸頭下去 反正是要用騎士給對方更直接的壓力 那清查這邊可以繼續出喔 家裡也可以轉一些老頭 稍微防守一下對方的騎士騷擾 可以放在城市中心附近 做個防守 好那庫曼的村民處目前還是領先喬治亞這裡 庫曼直接把木場給打爆 打爆之後喬治亞這邊防守速度非常快喔 補了一個石牆 還有兩個居住防射 兩棟房子 OK 點下了二級的奇兵鎧甲 當清查射一下的話只有兩滴血喔 非常厲害 喔不是兩滴血喔 四滴血 欸 喔不是啦 兩滴血也沒錯 突然錯亂了 好看這清查 雖然只有兩滴血喔 但是他還是可以射出很多發箭矢的關係喔 每一支清查都會多射兩支箭矢喔 所以一支就是2加3 2加2 等於一支清查可以造成騎士4滴血的傷害喔 仔細這樣計算來的話 所以13支的清查 大約就是每一下喔 就可以打出大約40滴血的騎士傷害喔 所以喬喬這邊被拉打的話還是會有點麻煩的 所以這邊血量還是稍微拉扯一下 但是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兩邊都是正常的跑速喔 到帝王時代庫洛曼才會有明顯的跑速優勢喔 大家打會更方便一些 喬喬這根堡沒有蓋起來 清塔繼續給壓力 而且對手這時候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喬喬這邊補下了強化教堂 想要來增加農田的臉效率喔 但沒有補在下方 那這根教堂還是補的不錯的 畢竟這裡田還是非常多片田 好 左邊這根堡沒有強制想要蓋起來 喬喬這邊控兵控的蠻好的喔 聰明也沒有損失掉 這個要是我早就這山村已經送掉了 那這邊山村就乱沒送掉了 非常的難得 好 這個火炮塔 稍微反擊回去清查 這個火炮塔開局送的 還蠻棒的 好 這邊圍一下 哇 清查想要進來 但是沒有機會 火炮塔這邊解掉了非常多的數量了 已經解了大概五隻左右了 好 騎士過來防守喔 喔 這邊防禦防得很快喔 這邊騎士是不是沒有點跑速呢 感覺好像有點慢喔 好 用騎士把這手壓回去 清查依舊想要控制這根堡 不想讓喬治亞這邊把這根堡蓋起來 好 工程機制造所兩個蓋起來 不知道是要幹嘛 那喬治亞人喔 他是有大衝車的威名喔 所以他也可以考慮配著大衝車喔 配自己的騎士喔 進行反擊喔 好 呃 目前喬治亞看到 庫曼升帝王時代 心態還不錯喔 還沒有炸裂 如果是一般玩家喔 看到對方領先自己一個時代喔 就已經想要打GG了 哇 這邊老頭直接被射倒 兩隻老頭瞬間倒地 這邊庫曼直接轉出了槍兵升級 呃 通常有遊俠的文明喔 這個疾兵都 通常也是會有 這邊通常遊俠國會遇到駱駝果 要反之對方駱駝的話 你要用這個疾兵喔 才能打得回去喔 所以庫曼其實也是很適合 槍兵配馬弓 或是配遊俠的策略 遊俠配馬弓 還有配槍兵喔 這個打法非常的難受 只要有遇過的話都知道 前面有大量槍兵擋住 然後再配一些遊俠在後面亂竄 甚至正面跟你對決也沒問題 後面清查的也可以去打 大量的這個遊俠 去跟你反之正面的槍兵也OK 所以喬治亞這邊要反擊回去喔 其實相當不容易的 好 這邊擊兵回來 那到了這種時期喔 就是有點在看控兵喔 跟多線騷擾的一個技巧 那喬治亞這邊很聰明喔 直到正面打不贏 開始B戰 開始把兵往對方家裡收 想用這坨兵喔 去爭取升帝王時代的這個升級的控擋 讓對方的巨型頭司機喔 還有這個主力部隊在前面喔 去防範自己的騎士喔 那如果他待會這邊清查回來救的話喔 後面騎士喔 就可以產出來 直接拆掉巨型頭司機喔 所以目前安迪喔 他這邊知道 對方的清查是不可能回救的 那他這邊只能用 那個長槍兵喔 出來防守 那這是一個帝王時代初期喔 比較常看到策略喔 對方主力勢必要守在正面 但安迪正面其實沒什麼兵 還是有處理點 所以他這邊也是在等喔 所以他這邊也是在等喔 對面的清查如果晚回救的話喔 就可以去拆掉 但是庫曼這邊喔 是沒有被釣到了 好 槍兵抽一下 OK 庫曼這邊 槍兵我覺得出的時機還不錯 這時間點喔 確實要趕快把槍兵升上去喔 畢竟小架是馬國 好 這個城堡喔 在高地的關係 所以喬治亞城堡血量扣很慢喔 喬治亞的城堡跟單位喔 在高地的時候 減免傷害是減免40%喔 非常強大的一個減免能力喔 好 後半案直接用大量的清查 直接手點 點掉了巨型螺絲 好 喬治亞開始轉出了莫娜斯塔 開點下來銀罐技術 銀罐技術是斯萬塔 那斯萬塔這個科技 是可以增加防衛劍毒的攻擊力的 加2攻擊力 而且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對啊 這邊城堡會比成11加5 15點 那火爆塔呢 是不會增加這個奴怕的效果 就一般的這個劍塔 那它這個串燒效果 其實也沒到非常明顯 好 撲曼這邊大量的清查往前 槍斃往上走 好 槍斃往前 必須給後方的莫娜斯塔壓力 但槍斃好像沒有空好喔 怎麼在追城堡跟城市中心呢 想用槍斃手撕城堡 好 莫娜斯塔雖然來到了10隻左右 攻擊力現在是12加4 之類還沒有點像 那清查對上遊俠果 比較難打的地方是 它沒有重裝駱駝 所以雖然扣曼城堡時代可以出駱駝 但是到帝王時代沒有重裝駱駝的關係 是打不太引遊俠的 那可能自己轉出遊俠 或是轉出更多的清查配槍兵 可能會擋住對方騎兵更有效一點 好 喬茲亞這邊轉出了暗血人戰術 難道要轉馬弓嗎 喬茲亞這個文明打馬弓其實有點 沒那麼厲害 不像保加利亞人會有母子環 喬茲亞是馬弓沒有這個母子環 但有暗血人戰術 他的馬弓呢 算是偏 我覺得偏弱啦 沒有母子環其實差蠻多的 喬茲亞人的馬弓呢 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的馬弓會回血 我們剛剛開頭有說到 喬茲亞人的所有的騎兵單位都會回血 包含這個馬弓 這個是最近被... 被揪的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馬弓呢 基本上是屬於馬弓屬性 然後他同時也算是騎乘單位 所以我覺得其實世界帝國的一些文明解說 其實寫的不是非常詳細 就是很多曖昧的灰色地帶 讓大家誤解 好 那來看到這邊巨頭想要修回來 清查奴力輸出 斯灣塔的傷害非常的優秀 攻擊力11加6的城堡 17點傷害 喬茲亞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難道是意識到自己的城堡 可能快要扛無助了嗎 沒有打算來打莫娜斯帕 直接轉重裝騎士配馬弓 那馬弓只要點下安息人戰術之後 對槍兵傷害多加4點 所以打這些槍兵傷害非常的好 快就可以秒殺一隻槍兵了 那這邊喬茲亞的馬弓優勢 是射程上的優勢 射程是4加3 7點射程 清查只有6點射程而已 所以以這個射程的優勢來說 喬茲亞是不會太過於劣勢 在於打對方的清查上 這邊清查原定發展只有被站著射的份 多一點射程真的是差蠻多的 好 直接清查 往前就被喬茲亞的莫娜斯帕頂了一下 收掉上方巨頭沒有問題 烈波想要前壓但是槍兵雖然還是太多 這邊還要轉出更多馬弓 給對方槍兵更大的壓力 好莫娜斯帕直接往上 想要壓是上方的清查 清查直接收到城堡裡 一瞬間點掉了正前方的巨型頭死機 巨型頭死機的血量只剩下一點點手點點掉 後方巨頭也是順利的收拾掉了 這裡喬茲亞打得非常好 細節對我做到 哇 還點一下了金罐 莫娜斯帕 對我做自己 好 三攻一補下了 上方的騎士開始往上走 去解一下洛瑪在騷擾這個城堡中心的問題 黃金趕快挖也是蠻好的 這一個地圖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地圖的野心會比阿阿伯還要更多 所以擴盤這邊黃金夠多的情況下 趕快轉出遊俠去反制對方的重裝滿 有一定的效果 甚至打對方露娜斯帕也不錯 擴盤這邊慢慢轉出了馬鎧 三級馬鎧也補下 好 這邊莫娜斯帕直接攻擊後方城堡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空好 這個騎兵在後方打城堡 其實是一件蠻神奇的畫面 好 莫娜斯帕看到槍兵過來直接拉走 差一點真的快要把他手撕掉了 這個城堡都在冒煙了 上方的騎士也是在持續騷擾當中 但很可惜喔這個火炮塔 沒有辦法在這個墓序的位置 好 敲戰有人開始往前推進去 馬鎧配上莫娜斯帕 這個打法真的很優秀 過慢的槍兵開始擋不住馬鎧的傷害 出越多的槍兵 就代表送越多的單位給對方的馬鎧射 但不出槍兵的話莫娜斯帕又擋不住 所以槍兵加上馬鎧要控得好 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好 光鎧的指針攻勢已經收掉 好 城堡補了一些傷害 莫娜斯帕血量掉怎麼快啊 莫娜斯帕是一個血量非常少的騎兵單位 但以他的黃金造教來說 111血也夠用了 而且傷害可以高達22攻 18加10 14加8 22 好 這邊庫曼來了 連狙擊也沒有打 直接跳GAME OK 這個分數差距實在太大 庫曼這邊正面 花太多時間在處理喬治亞的馬攻 那斯帕後面的一個多欠騷 直接把庫曼打出了經濟差距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差距應該是由喬治亞這邊拿到勝利 後期的強化教堂給的資源實在太多 整體資源贏了快到9000 軍事方面的KD則是來到2.58 哇 那我覺得這一套的喬治亞打法 算是近期來說 天梯上比較常看到高端使用的一個戰術 馬攻配上莫娜斯帕 然後再轉出一些重裝騎士 這個是比較常見到的一個莫娜斯帕 喬治亞的戰術的一個獲勝方法 然後給想要玩喬治亞人 想要練習喬治亞的一些玩家 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影片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